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1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云飞 与你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的 香港特区政府及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启程 访问团依次到访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 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团长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任副团长 下午李家超启程前见传媒时表示 这次访问团有三个第一 首先是本届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议员 第一次联合到访内地 同时是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以来 第一次联合出访 也是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 香港特区第一个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 大规模访问活动 李家超表示 有83位立法会议员出席 立法会议员迪志远 林林林顺潮和林新强告假 迪志远称 应要去英国参加伦敦马拉松告假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建议 有不少人因为要完成跑马拉松 或环游世界的人生计划而提早退休 请迪志远议员考虑一下 而林林早前证实自己怀孕 今年7月就会升级做妈妈 此外立法会议员陈曼奇因身体不适 临时未能出席 点新闻将持续跟踪报道大湾区访问团的动态 敬请关注 再来关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今天DSC正式开考 首个考试科目为英国语文科 今年考评局在新浦岗设立指定市场 让确诊的考生能够考笔试 据了解今早有大约40名考生前往指定市场 部分考生由家长陪同到场 在开考前一天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还在社交平台发文为考生加油打气 她提醒考生要注意休息和健康 并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并祝愿考生能够获得理想的成绩 再来关注消费券 2023年首期3000元电子消费券已经在上周日派发 不过有读者反映 自己在去年6月13号之后 才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自己收到的最新一期消费券 是按照非永居的标准派发的 也就是只有1500元 那么之后 它能否按照永居的标准再补领消费券呢 政府发言人回应点新闻查询时表示 有关市民如果符合第二期领取全额消费券的资格 及其他的相关规定 会在7月16号补发有关的差额 也就是说已经是永久居民 但是还没有领到全额消费券 也不用担心 有关的差额之后会补上 有关的补领办法以及注意事项 点新闻将持续跟进 明天就是周末了 应该有部分港人已经安排好了去深圳度过愉快的假期 昨天深圳地铁推出虚拟单程票购票服务 深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乘客只需要在深圳地铁官方APP首页里的更多钟 选择虚拟票 进入购票页面 选择起始和终点站 并完成支付操作 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个虚拟的单程票二维码 在进入闸机前 乘客只需要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快速过闸机 体验智慧出行 节省了排队购票的时间 深圳地铁这次推出虚拟单程票服务 让港人在深圳出行更便利了 如果你周末打算去深圳的话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新推出的购票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